逮捕 委内瑞拉局势到底怎么看 来自各方的评估 包括兄弟 我个人的分析 委内瑞拉局势 其实大家现在看得眼花缭乱 刚才我第一步是说 差点心脏停跳 现在我们还真要来看看 全世界放慢速度 我们来正来看看 全世界到底哪些国家 是支持马杜罗的 到底哪些国家 是支持反对派的 对呀 然后看看委内瑞拉的问题 到底是根源是什么 好 我们先来看看 彭博通信社 给我们搞了一张很好的地图 他说 Winning support 说这个马杜罗的 这个词用得不太好 正在消失的 摇摇欲坠的这些支持者 三种颜色 一种是黄色的 最右边的是黄色的 黄色的就是主张对话的 那些国家 那么其中包括欧盟 大部分国家主张对话 然后我们看看 在这个主张绿色的 就是支持反对派的 那很大了 很多了 从上面的北美的 美国啦 加拿大啦 到后面下面的 南美洲宏多拉斯啦 所有的都是 然后蓝色的是 支持现任总统马杜罗的 非常可惜的是 在南美洲 只有玻璃维亚 一个国家 所以你可以知道 刚才我们为什么要把 玻璃维亚的报纸 拿出来跟你念念 问题到底在哪里 有人说是外部势力干预 我也认为这是外部势力干预 这个一会儿我跟大家说 这个反对派人上去 根本程序不正义的 根本没有选举 你怎么能够上去 我说我也想当总统 明天人家也承认 不可能的事情 观念问题 县政府到底是怎么回事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先看看 法兰克福汇报 不用看语言 这是不需要语言的 确认眼神就可以 看看这个委内瑞拉 面积不用说了等等了 观念2018年 它的国内平均毛利生产值 是负18% 你看这不得了 这是现在的 我们看看比较 看看比较 它在全世界 这个能源最丰富的 就是委内瑞拉 在2017年的时候 这个委内瑞拉 还是非常丰富的一个石油 但是问题是 它现在每天产油的桶数 2013年能够产到多少呢 2013年还是能够产到 每天有240万桶 到了2018年 只有120万桶 只少了一半 所以这个 当然还有很多失业率等等 我们就不再跟大家 做很多的分享 这是有很大的问题 说明这个国家 中国人有一句古话 叫民以食为天 它真的是在经济方面 我们大家都知道 最近一段时间 这个委内瑞拉很多人 都成了一万富翁了 什么叫一万富翁 通货膨胀嘛 连个手指都买不到 一块钱都买不到一张手指 所以很多人最近 按照西方媒体的报道说 它很多人都已经 100万人都已经离开 委内瑞拉了 所以我们看看 这华盛顿邮报等等 包括其他报纸说 华盛顿邮报当然说了 它这次 它的整个的抗议 跟以往不同 因为以往的抗议 都是中产阶级 你比如说离开 委内瑞拉那100万人 都是中产阶级 这次的working class low class 低层的老百姓 开始起来了 当然我们强调 这是西方媒体的 此时刻 我们一定要保持中立 看看西方怎么说 看看其他支持马杜罗的 怎么说 然后最终的结论 由你自己来得出 同时我们看看 英国的经济学人 经济学人他说 这个星期 然后有一个非常无能的 一个独裁者被赶走了 good 我认为这个 英国经济学人 平时还可以 这个报道 写得非常直不专业 这已经不是报道了 这完全是mobilize 这完全是在宣传 完全是在鼓动了 与此同时 德国的法兰克福 周围报 环球时报 同时还说 他说到底两个总统 现在谁 到底是站住道 他说马杜罗 其实现在问题 还是很严重 即便他稳住了 稳住了官位的话 其实他后面的经济问题 到底如何处理 还是有问题 另外德国的日报 欧洲的媒体 相对还相对比较中立 德国的日报 是一个左派报纸 他说到底马杜罗 其实手里 还是握有自己的实际权利的 他说这里面最主要的是 马杜罗的经济搞得很差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与此同时 军队还在他的手里 军队在他的手里 不光是军队停滞的话 关键问题 他做地分章 把很多的石油的股份 全部分给那些军队的降临 所以你真的是要 搞定军队的话 你还真的要把他们的股份 全部拿掉才可以的 这个是土耳其 土耳其当然 这毫无疑问的是 支持马杜罗的 土耳其用的 用的这个标题也很不专业 他说是美国 支持的一场军事政变 哈瓦拿 古巴很有意思 古巴按理说 是应该支持马杜罗的 但是古巴的哈瓦拿时报 居然对马杜罗 有很大的一个批评 他说维瑞拉目前 是一个living hell today 是一个活着的一个地狱 当然他说 从这意义上说 我们现在重新启程 也不是一件坏事 古巴的态度 非常值得研究 我到现在为止 说我愚钝 我还没搞清楚 古巴的态度 到底怎么回事 然后同时我们看看 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 英国的金融时报 相对比较专业 中立 他说这个最后怎么处理呢 还是需要一个集体的 一个大家的 一个外交上的窝旋 这里面欧盟 需要发挥一个很大的作用 最后告诉你一个背景 Economist最近明天 要出版的这个报纸 我们已经提前拿到了 这个经济学人 他说现在全世界 是一个slobalization 因为以前有globalization 全球化 现在是一个速度放慢的 一个全球化 原因就是全球化 发展最快的 是1900年到2000年 2010年这20年 从现在开始 全球化放慢 一切问题就来了 所以今天评论部分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委内瑞拉局势 显然也属于 昨天我们分析的全球化 整个放慢的这个局势 但委内瑞拉 有它自己的问题 很多人说外部势力干预 也有人说是内部矛盾 到底是什么问题 首先外部势力干预 是非常明显的 这次坦率地讲 美国不是军事变远 至少也是一个政权颠覆 毫无疑问的 要不然怎么会那么快 就承认一个 未经民主选举上台的 开始到马杜罗谈这来讲 他内部矛盾也不可忽略 一个当然是政治上的 从最为直接上的是 去年5月份 他的选举到底有没有舞弊 我们现在不知道 但是最主要的是他的经济 从查维斯开始 经济一直没有搞好 刚才我们说的 每个人都是亿万富翁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三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话 下面的走向有两个 一个是军方态度非常关键 军方到现在还是支持马杜罗的 原因就在于后面有经济利益 所以美国能不能把军方搞定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我不希望通过西方国家来搞定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中立的 国际渡选 这个非常重要 当然从韦德拉自己内部上来说 有两个 第一 程序正义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从这意义上说 目前美国说马杜罗不合法 我们要说新上任的 年轻的反对派领袖 他也是不合法的 根本没有经过民主选举 但是从马杜罗总统来说 不管以后他的官位 保得住 保不住 他的惨痛的教训 就是一句中国的古文 告诉他 民以食为天